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明一下 在第一堂课地理资料与地图课 介绍这堂课的作业 那也是一样请大家到 地理资料这堂课的页面 那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 像线上地图的一些案例 还有接着有介绍到 去哪边找很多的地理资料 透过关键字去搜寻 还有一些关键字用词的提醒 那如果你查到了资料 是一个特定的格式 你看不太懂这个格式的缩写 你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 讲师们帮大家整理比较常见的 资料格式的缩写的名词 还有一些延伸阅读的材料 那日后再搭配第二堂课 第三堂课 有一些工具可以对应这些格式的使用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到 文件的下半部分 在这个所谓运用共笔文件来整理问题 学习笔记这一部分 意思是说 其实地理资料跟地图应用的问题 在描述的时候 除了用中文去描述之外 其实常见的会是用影像截图 或者附上你的资料来源 等等比较辅助型的方式 所以这边我想也带着大家大概了解一下 这次的作业 那这次作业我们希望大家建立一份 你自己的一个 算是地理资料的学习笔记 还有作业区 那用这样的方式 你的作业本身 你就可以用图片 用文字描述的方式来呈现 那你如果遇到一些问题 你也可以用一个文件的方式 比较多面向多种素材的方式来表达 好 那我们详细来看这个 这个段落里面 其他大家要建立的就是 你的个人的作业区 那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详细步骤 点击这个详细步骤之后 它会带你到 这次期外你一步一步建立 你的个人作业区的一个 引导文件 那其实你也可以在这个 整个夏日原理课程的 左边的导览列这边 有一个叫作业缴交方式 点击进去之后 你也会到这个画面上 好 那这个画面呢 我们就希望你 先用你的个人的账户 登入到genev.hackmd 这是社群的文件库 那登入之后呢 请你先建立一份 您的hackmd的文件 这边有提到 这个是建立一份新的笔记 那我就一样 你在这个页面这边 其实你在hackmd的文件上面 你又看到一个加号 你在已经登入的情况下 你按加号的话 很自然它会直接帮你开一个 新的文件的视窗 所以这个文件已经开好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 作业缴交的一个引导流程 在第三步 它会希望你去复制一个 地理资料与地图的 作业模板的文字内容 那是也一样 我们把这个网址点开来 这个是我们讲师群们 所帮大家先整理的一个 比较简单的作业架构的文件 那在这边你会看到一些 课程的段落 那这个段落的模板 就是说你第一堂课 你可能你的作业 就要放在这个标题下面 第二堂课 例如这个是介绍线上 杰作地图的工具 那这一堂第二堂课的作业 你就会放在第二堂课的段落 依序的每五堂课的作业 都可以有自己的对应的段落 那在最后的部分 你会看到有个叫笔记区 那就是留给 您去做一些笔记的使用 或者一些提问 你也可以直接在笔记区 先写好了你的问题 那在我们的G里面的slack 在GI is the channel 那边你就可以 在提问的过程 附上这个网址 那这样子其他的朋友 就比较可以快速的 看到你的问题 比较例如说 补充性的资料来源的网址 或者是你的截图等等 好 所以请你在这个编辑区的界面这边 全选这些文字 全选之后复制 复制之后呢 就回到你刚才第二步 步骤所开设的一个新的文件 在这边贴上 好 这时候你个人的作业模板 就建立了起来 那为了方便区分 你也可以自己去修改一下 这个作业名称的标题 就是说我把它改成我的作业 页面 等等 那每一堂课的标题 我是建议你可以不要更改 因为我们讲师群最后是来看 每一个标题 你的作业完成的状况 所以还是依照一到五堂课的排序 那你如果任何你想要笔记的部分 对于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好奇的部分 你可以用笔记区来做处理 所以这个文件打开了之后 你可以切到检视 那你的文件跟你的内容就可以被看得到 那回到作业缴交方式这边 其实你就完成了你的个人的KMD文件 那进一步来说 因为我们未来要知道 您当初在KKTX报名的账号 跟这份文件的关联性 因为最后我们需要给您这个认证实数 所以在这个缴交作业方式的页面里面呢 建立好你的HackMD文件之后 要请你填写一个个人的表单 我们会透过这个表单来收集 您的KKTX报名连结的email 跟这个HackMD的连结的对应关系 我们最后再发放这个认证实数的时候 就可以对应的起来 那讲师对于你作业是否缴交 就是看HackMD的你的个人的文件 所以这边是比较长期 依序就比如说您的联络的email 报名时的email 还有您GTV Slack ID 会方便讲师群 比较快速看到您是参加原力 真的以这个夏日活动的学员 那这样就可以比较及时跟你细细讨论 还有就是比较关键的这个 你个人作业的HackMD的网址 那以我个人刚才建立这个网址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可浏览的网址 那我们把它复制起来 贴到这里 就可以有这样的网址的连结 那讲师到时候就会依照这个连结去看你的作业完成的状况 那这部分的表单大概就填写完毕了 那我们这边也有提醒你说 你如果在过程中 历次的课程的作业执行上有遇到问题 有三个方式可以请你发问 第一个方式是我们每一个周末 伴随着三堂课 三周次的课程都有一个所谓office hour 所以当中的课程讲师会在该时段跟你做线上的交流跟讨论 那第二个方式是 如果你office hour的时间不太允许能参加 那你在平时间 因为你有自己的HackMD的作业网址了 所以你把一些阶段进度 问题的描述先在HackMD的网址里面描述出来 那再贴到GIS的channel来做一个讨论 第三个部分 这一份表单呢 它也可以提供你 填写一些比较不方便公开询问的内容 那这边有一个选填的栏位 那填好之后你按提交 那讲师们都可以看得到您的提问 那不过因为考虑到选课人数是比较多的 大概有上百位的朋友都有选修这一门课 所以讲师们会优先处理office hour当中的一些问题 还有在GinVslack GIS channel的提问内容 因为这部分都是一个公开的问答 也就是说您的提问 讲师的回答都可以变成一些公开的知识文件 留给更多非同步学习的参与者来运用 以上是作业比较基本的填写的方式 那我们就回到第一堂课 希望大家完成的作业的实质内容 回到整个共笔文件里面的第一堂课 地理资料与地图课介绍 在最下方这一份文件的最下方 我们有描述了这一次的作业的调教内容 就是目前这个作业区 把它放大一点 那这个作业区第一步就是刚才介绍 建立一个HackMD 而且填好了这个Google表单 让讲师们知道你的报名资格 跟HackMD的文件连结 那接下来实质的作业项目 我们会请大家在整个共笔文件里面 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主题地图 很多的卫星图字应用的案例 那你在这些页面里面 任意找一个线上主题地图 那我们希望大家去找这个主题地图之后呢 你可以在你的作业区 贴上你的主题地图的 这个案例连结的网址 然后请你进一步去浏览描述 你挑选这个案例主题 给它使用到什么样的资料集 那假设它是一个地图服务 那么使用者又可以因此而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透过这个服务有什么样的启发 那进一步你如果也觉得有一些使用的感想 改善的空间等等 你都可以在这次的作业去做描述 那我很快用一个具体的案例来描述一下 注意的一 那我们在这边 左边的导览列里面的最下方的资源专区 有很多的地图案例的应用 那我们假设我自己点选一个叫全球主题地图 那这边就有介绍很多的主题 全球尺度的主题地图 那我可能 因为最近有台风 那我也对气候资料有好奇 那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像跟这样的主题相关的 举例来说这边有个叫Earth 这个连结点击下去之后 它其实是一个很动态的呈现现在的风向 跟整个地球大气的一些现况 所以目前在滑鼠上 你会看到滑鼠坐标的位置 指标的位置是台湾的位置 那你在台湾的右侧 你会看到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像 就是台风的一个气流的样态 那这个Earth的网页服务呢 就是借接了很多的大气资料 风向资料跟即时的资料 用一个地图视觉化的方式 呈现目前你所处在的地方 它的风速风向或大致的一些缓拨流的状态 那假设我就想要针对这个网站网页 来作为我这一次作业的主题 那我可以复制这个网址 那我就到我自己开设的个人作业区 我进入HackMD的编辑模式 我们这一次的作业是第一堂课 地理资料与地图课的介绍 我们先开展一些篇章的篇幅 我把这一次 我刚才对这个地球的大气系统的网页好奇 所以我就贴上这个Earth的网址 好那这样讲师也知道说 其实是对这个网址有兴趣 想要多做一些描述 那这边的描述我就不一一介绍 可能就依照你对于您所挑选的主题的网页 进一步看一下我们作业的期待 比如说它用了什么资料 比如说资料集有大气气象 那很方便 因为我们只要打开网页 就可以看到一般来说 这个台风到底现在在哪边的事情 你可以就很快速的 透过网页跟视觉化的方式 你就可以看得到 而且它也可以让你 就是命中帽看到整个大的尺度 跟小的尺度等等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很方便等等 一些特性 所以大致上作业E其实就是 当然你描述可以再描述多一点 例如说资料集 你又没有办法 在它的更进一步的专案介绍里面 找到它的资料来源 我们就会期待大家多挖掘一些 所以这部分是作业E的部分 找一个你有兴趣的主题地图 多一些描述 那我们回到这一堂课的作业2 作业2的部分呢 就有一点是延续作业E 你看到一个很具体的应用案例了 那也会大概知道它所用的资料 或者你觉得它的优点特点 作业E就会希望说 请你想一个你近期要做一个建立的主题的地图 或者是说你有已经知道想要处理的地理资料 那一样假设这个 我们刚才在课程中有介绍很多的资料图台的绘子的地方 那你都可以在上面去用关键字的方式去查找 那你如果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集 你也可以在政府开放资料 资料开放平台的 我想要更多这个专区去向公部门提问 那我先点开来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专区呢 基本上就是如果 政府资料盘放平台上面没有这些资料 那你可以在这边做发问 询问 那我希望什么样的资料集 那平台会把你的资料需求转给 可能会有这个资料集 或它的业务跟这个资料集 主题相关的部门 让他们来做回复 那在这个我想要更多的专区呢 你也可以看到别人曾经发问过的 比如说这个编号136423 他想要询问高雄港天空历史的影像 那你还可以点击进去 看看他实际上是需要什么样的资料 他有描述说他希望一些监视器的历史照片等等 他希望进行一些云的变迁的历程分析 那希望做一些应该换是环境类 或者是科学教育类的一些教材跟应用的材料 那在下面呢 你也会看到这个因为是高雄港 所以它的主管机关是交通部 所以交通部这边也有一些回应 那它的回复类型 特别在回复的内容这边 你会注意到它有一个叫回复类型 以开放或依申请提供 那所以我们先不看下面的全文 我们可以很快看到这个回复类型 就可以表达出一种特性 说那你需要的资料集 这个主管单位他认为 你需要跟他接洽才能去做使用 或者是说 以开放的意思是 实际上你看它的内文 他就会说你可以已经 可以有一个具体的资料集 就在平台上面 他也蛮贴心的把网址贴出来 让你去查找 那以上这部分呢 就会是 你如果在刚才介绍的 这个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以及各个平台上面 没有找到你想要的资料 你可以在这个 我想要更多的专区去提问 那回到你如果是 已经有资料集的 想要处理的主题地图 一样你在 你的个人作业区 回到你的这个个人作业区 我们刚才这个是作业一 我们找到一个 很具体的地图的服务 那我们的作业二 就会希望是 你想要建立的 比如说我想要建立 一个台南餐饮的 一个地图 好那餐饮 比如说 他有没有资料集 就要去查找 然后把资料集的网址 也贴到这个作业区里面 等等 那这一部分 大概就是作业一 跟作业二的一个 绞交的方式 那最后在检视的情况底下 你就可以看得到你 我们讲师包含其他人 都可以看到你的作业内容 这边我很快介绍一个 很简单的小工具 就是你在 HackMD的文件后台 例如说像这样的一个 Earth的网址 你想要更快速的让讲师看到的话 你可以去参考一个叫 iFram的一个语法 那iFram的语法 我直接贴上这个语法 让大家参考 它是可以把其他网页的 前端的页面 迁入到这个HackMD的文件 所以你切换到浏览模式的时候 你会可以看到 Earth的网址 我要换一下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Earth网址有兴趣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迁入到 这个Earth的 HackMD的文件里面 所以你在一般 这个HackMD的文件 你就会看到刚才 大家有看到这个Earth的网页的 一个景象 那它也支援说 你在HackMD的界面里面 就可以进行一些拖曳 跟缩放等等 那这部分的语法叫做 iFram 所以如果你对于 刚才这样的效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查这样的语法 在网路上有一些教学资源 那实际上 iFram基本上就是把一个网址 设定它的宽度跟高度把它放到 HackMD的文件上 那详细的部分就请大家 如果对这个效果有兴趣 可以自己来做一些查询跟应用 那以上就是地理资料与地图课介绍 包含作业一跟作业二的一些介绍 那也请大家包含作业一作业二都可以多描述一些 那其实作业二的意思就有点隐含着是说 你想建立的地图 其实就从这个作业二开始 所以长期来看你如果想要探讨某些主题 你就用这个作业二来开始一些基本的资料查询 然后基本的一些应用的构想 你都可以在作业二这个段落去描述 那在8月14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夏日黑客松 那这样的作业二的累积的成果 跟我们接下来介绍的 不管是线上协作地图 QGS的工具 卫星影像 还有公民科技专案的经验 就希望协助到您想要做的作业二的主题 把它变成一个提案 来参与黑客松 再进一步的找到更多同好的社群 一起来完成这样的提案专案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地理资料与地图课 介绍的一个影片内容 那再请大家把作业完成并缴交 谢谢